3、2、1 丁相越野元旗北欧在国外相当盛行 为了推动这项运动并带动地方观光经济发展 吉吉镇公所特别专理 集合了十虎同乐会 吉吉丁相越野记者会 非常地认同我们政长这几年来对吉吉镇的推广 因为今年的不同 与这个十虎特别的推广 这个推广这个十虎 那我在他背后是默默支持他 那也希望因为这次的活动 能带领到我们集集所有的观光 能带到更多的地方来到我们集集 认同我们集集所有的小镇的一些活动 那在这里预祝这个活动一切圆满 教练也指出 丁相越野必须从地图上来找寻目标物在哪里 相当适合各年龄层的民众来玩 不但相当有趣 小朋友们在找寻的过程中也能够与家长同乐 其他好玩的地方就是在于说 你会因为这个活动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 那因为每个地方跑定向一定要有一张地图嘛 所以每一张全新的定向地图 就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就是有一种在探索未知的感觉 小朋友他听到可以寻宝就非常兴奋 然后而且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在 在那个环境里面去做运动也是蛮安全的 那也是一个新的体验这样子 非常推荐 非常推荐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来玩 医院王秋淑也到场参与 王医院指出办理这样的活动相当有趣 不但能够让小朋友玩得开心 既有寻找目标物 也能够从中认识积极的文化以及特色 今天我们积极政公所配合我们的特育中心 来举办了师傅的这个定向越野这个活动 让小朋友共同来参与 听说有三十几个点 让小朋友去打卡来完成这个活动 再邀请所有来参与这个培训的好朋友 在10月17号以及18号来作为一个定点越野的比赛 希望说这一则新闻播报之后 有看到这个新闻的 可以向我们积极政公所这边来做报名 主办单位表示 正式赛将在10月17 18两天登场 而8月3号中午12点开始受理报名 王秋淑议员欢迎民众 共同来积极体验定向越野的乐趣 记者邱平易积极采访报导